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将这个在德州或是在Harris County非常活跃专门卖cannabis 就是这个药应该算是娱乐性大麻的店叫THC 他的里面的9人包括老板投资者和经理通通以这个违法来卖大麻起诉 那么现在他们的律师表示他们并没有违反德州的法律 所以说这个案件将会对德州面临娱乐性大麻的规定 是一个挑战 到底THC他们所卖出的大麻是否他们的浓度已经超出了法定的范围 那么将会在未来的几周可以看到 检控方和辩方之间的博弈 另外在Cliflin的地方这一个高中叫做Willis高中 他们在上周五呢 以77比0的这个巨额的分数差异 战胜了Cliflin High School的足球队 结果这群足球队员呢 非常的兴奋 并且开始拿出皮带啊 在轻轻的在击打可能是对手的球员 结果呢 整个庆祝活动被送到了TikTok 疯狂的传阅 可是这个却也给这个足球队员他们带来了 应该算是不好的惩罚 学校表示呢 这个已经是overboard 就是已经太越界了 因此呢 将这些在录像带中的球员们 现在必须要做社会服务 并且在下一场比赛当中的前半场不得出赛 好 再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分析的报告 到底在这一次总统大选 Harris County的选民们 他们在政治现金上面 就是支持他们的候选人用金钱来说话的 这个举动呢 是如何 那么根据这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啊 在整个德州 Harris County捐给 不论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 他们的选举团队应该算是所有德州的County里面算是名列第一名 那么来看一下在Houston的哪些地区他们支持什么样的总统候选人呢 在Zipco 77024的地方被发现呢 大部分的人 这应该是77024的Zipco是属于Memorial Village和这个Memorial Park的西边啊 平均年纪是43岁 他们的现金取向就是他们支持的政治人物呢 在这边讲到有305人捐献了332376美金 所以有33万之多呢 是给了共和党 另外在Zipco 77005 这个地方是在Rice Village和West University的地方 有378人 他们总共的现金高达42536元 而他们是完全支持民主党 而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7岁 所以看得出来好像共和党的支持现金啊 就是捐献的人数 比较多的人数 跟民主党是无法相比 民主党有378人捐献了42万 共和党只有305人捐献了33万 差了10万多 但是看总体来说 整个在休斯顿的其他的小额捐献来讲呢 在休斯顿的平均捐献额 总共捐给民主党的是 有34,677人 平均每人捐献了145.28美金给民主党 所以说是3万多人 而在共和党呢 在休斯顿有48,722人 平均每人捐献的是只有50块8毛5 所以看到明显的不同啊 最后反而还是让共和党的总体的捐献资金 稍稍比民主党高 因为几乎可以看到好像 像共和党的捐献人的能力 或是他们能够捐出来的款项 明显比民主党要少了两倍啊 民主党是145元平均 那么共和党是平均只有58块8毛5 但是呢 倒是比较多的人捐给共和党 是48,722人 捐献给民主党的只有34,677人 不过要说话 话说一句啊 这是在8月底的统计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10月初了 不晓得9月份的数据是如何 好 再来看一下这是 在昨天下午于Cypress的地方 有一个apartment 位在11300号Regency Green Drive 突然起了大火 必须动用多个消防队 才能够将火熄灭 现在还不知道到底 有多少个单位是完全毁灭 并且极度需要帮助 好 另外 在FBI提醒民众啊 现在他们已经确认有一个货币交易所平台 叫做ich coins 他们吸引了不少的民众啊 想要学习如何投资数据货币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平台呢 是虚假的 已经骗取了数百万美元 并且许多人使他们的终身退休积蓄 那么现在FBI呢 虽然说他们已经知道这个platform 这一个是虚假的 但是对里面到底是国内还是国外运作呢 现在还没有清楚的答案 好 另外 昨天在休斯顿法庭上对前任警察 Jerold Gollens 在Harding Street 2019年的失败的袭击 造成这一对夫妇身亡 那么现在他已经被判有罪 而这个星期是对他的这个刑期的判决 那么刑期的判决最短是五年 最长是终身监禁 但是昨天在进行判决审理的时候呢 Jerold Gollens突然身体感到不适 这可能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立刻被送到了紧急救护的医院去 那么他走了之后呢 辩方和这个控方的律师呢 仍然在法庭上讲述他们的心声 他们像是控方的监控官表示呢 Jerold Gollens呢 他这个心脏不舒服是一个假象 究竟呢他在过去导致了这么多一些案件 是十分有疑 而且呢还有证人出来也指控他 他是虚假谎报以及控告或是做伪证等等 但是他的辩方律师则表示呢 过去这几年的这个法律诉讼呢 已经让Jerold Gollens心力疲惫 那么希望陪审团能够给他最亲的刑期五年 因为今年六十岁的他现在身体已经非常的差了 好最后要讲的是 十二岁受害者Jaseline Nagare 他的母亲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他说因为现在已经发现呢 原来强奸并且杀害他十二岁女儿的两名凶贤 Franklin Pina和Johan Rangel 都是从委内瑞拉来的非法移民 而且呢是跟这一个非常暴力的团伙 叫做Aragua Gang 这一个暴力犯罪集团呢 是在委内瑞拉非常出名的 那么他们是专门针对非常容易下手的小女孩的对象 所以因此呢 现在母亲希望政府能够做出改变政策的方式 不要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的家庭身上 被问及他是否支持哪一个特别的政党 他说他哪一个政党也不特别的支持 但是他支持的是法律上面的改变 好的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和Weekend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